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講題目是關於文學宇宙和藝術宇宙的比較 唐先生曾經試過把文學和藝術的時間和空間做一個比較 現在先講文學宇宙的時空 文學宇宙的時空 文學時空能夠自己內部開拓 文學時空 首先說內部開拓 文學時空有獨立性 文學時空 文學作品中的時間和空間 很多時候是從前後隔斷和周圍隔斷 形成獨立性 但獨立之餘 獨立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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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文學境界的時空是一個獨立的時空 只是說其中某一段時間 某一個空間中發生的事情 這個時間可能很短,這個空間也可能很小 上次講過的譬如,紅樓夢 紅樓夢裡面只是說幾年之間所發生的事情 空間也只是說大觀園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時間可以很短暫的 空間也不是說很大 不是說全世界,只是說大觀園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時間和空間可能很小 可能很短暫的 但是時間雖然很小 雖然可以很短暫 但是也可以長久 雖然很小 空間也能夠開拓得很寬 好像紅樓夢大公園裡面 雖然只是在大公園裡面 但裡面說到的亭台樓閣很多 人物也是很多 你看起來覺得很豐富 很多內容 這個就是內部可以開拓 所以唐先生的說法 這個叫做 這個時空是可以雖小而可大 雖短暫而可長久 另外一方面 如果反過來說 文學作品裡面 也可以視長久如短暫 視大如小 即是反過來說也可以 可以視長久如短暫 視大如小 上次提到清朝詞人的作品 張惠賢的水調歌頭 今天可以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張惠賢的水調歌頭 《今日非昨日》 《明日復何愚》 《今日非昨日》 《明日復何愚》 《揭來真悔何時》 《不讀十年書》 《為問東風吹老》 《幾道風江難經》 《千里轉平無》 《寂莫邪陽外》 《渺渺正授語》 《千古義》 《君知否? 《子思衰》 《明山料理身後》 《也算古人愚》 《一夜亭前六片》 《三月雨中紅透》 《天地入吳爐》 《容易眾方歉》 《莫聽子規夫》 《今日非昨日》 《明日復何愚》 《今日已經不是昨天》 《今日已經不是昨日》 《明日復何愚》 《明日不知又會怎樣呢?》 《今日》 《我今日已經不是昨日》 《明日又會變成怎樣呢?》 一種感嘆 《揭來真悔何時不讀十年書》 過去真正後悔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未曾認真地讀十年書 為問東風吹佬,幾度風江南徑,千里轉平武 或者有人問春風將人吹佬 幾次度過風江南徑 經過千里平原 來到這個平原 經過千里那麼長,來到這個平原 千里轉平武 東風,即是已經變化很多了 東風一路吹,吹到這裏 吹過千里,來到這裏 到底又會變成怎樣呢? 又不知道 寂寞斜陽愛,妙妙正受如 看著斜陽愛,這麼遠 春風吹到這裏,看著很遠 看著斜陽愛,覺得很寂寞 我的仇也很像這個軟軟的仇 所以這裏是妙妙正受如 千古異,君知否指思衰 這裏有些折何意味 千古異,即是千古禁久遠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指思衰,指是騙黑 千古禁久,其實只不過是騙黑間的事 明山料理身後,也算古人如 新後事安排在明山之中 古人有時有個說法 就是把新後事安排在明山裏 留袋,以後讓其他人去憑吊 或者自己的著作寫了之後 藏在明山裏 等以後有機會讓其他人去閱讀 將新後事安排在明山之中 這種安排也算古人如 也算是古人的愚昧 何必要追求這種新後久遠的事呢? 這樣的意思 久遠指思衰,指是騙黑 變化我們有誰知道呢? 何必要安排得這麼長遠呢? 所以說這是古人的愚昧 一夜停前,六片 三月雨中紅透 一夜之間,已經停前 全部變成綠色的景色 三月雨中紅透 到三月雨中花開,全部變成紅色 又變成天地入紅色 天地入紅色 天地入紅色 都進入我屋裏 這樣 即是說,隨時都會變化 隨時都會變化 隨時都會變化 即是今天的變化 也不知道明天會變成怎樣 隨時會變化 何必要追求這麼長遠的新後命呢? 所以這裏就說 容易種芳蠍 莫聽子規夫 即是這些花很容易開盡 然後落花 所以莫聽子規夫 他這裏就說 不想聽到初夏時度鵌哀切的叫聲 莫聽子規夫 這是雙春的詞 即是覺得春風吹到來 的時候 花都很容易落 有種仇 有種很仇的感覺 所以他這裏之前說 看著斜讓 覺得很寂寞 這個妙妙正仇 是一種仇 就是覺得天地變化 是掌握不到的 這個 變化 千古的意思 到底是怎樣呢? 只不過是 片刻之間都會變化 一夜之間 已經變成綠色 所以這個 是你猜不到的 這裏 何必要追求這麼長遠呢? 但這裏 正正裏 帶出一種 愛仇在裏面 這裏 主要的 想說的意思 就是 其中這句 比較著名的 千古義 君知否 子思衰 就是有這種 好像 長久 但是 其實 有短暫的意思 雖長久 而短暫的意思 千古是長久 但是 詩人看上來 覺得 這種長久 其實也是很短暫的 片刻之間 就會變化 所以這個 像長久而短暫 文學作品裏面 有一種 就是 這個 之前說過的 就是 雖短暫而長久 現在 反過來說 也是 雖長久 而可以很短暫 看上來 這個 這是其中一種意思 這個 除了這首詞的意思之外 另外還有道府的詩 這個 也有些不同的詩句 有這種意思 譬如 道府詩句裏面 有這個 乾坤一婦語 乾坤很大 很大 但是乾坤一婦語 乾坤裏面 只是有一個 這個 一個 很 很普通的 一個 一個 一個書生 這個 這個 由這個 大 去到小 這個 這個 大即是小 事大如小 這個 乾坤一草庭 這些 句子也是 乾坤就是 天地這麼大 這個 裡面 我們只是看一個 草庭 天地一沙歐 也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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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天地這麼大 我們只是看到一隻 沙歐 這樣 就是說 將這個 天地 只視為一個 富裕 一個草庭 一隻沙歐 這種 大即是小 是大如小 的意思 在裡面 所以文學作品裡面 那些 空間的大小 就是 原來是這樣 可以不同的變化 這個 可以視小 越大 可以視大 越小 另外 北宋詩人 宋琦 一句很出名的詩句 叫做 雄行之頭 春意鬧 這個很出名 雄行之頭 春意鬧 的意思是 春意 已經在雄行之頭 在雄行之頭 春意鬧 黃國維 這句詩裡面寫過 鬧字 寫得真是好 這個 鬧字 整句意思是生動起來 這個就是 用字 這個 顯詞用字 念字 念得非常好 這個 熊行之頭 熊行之頭 明顯 通過這個 句子 表達出來 這些 就是 這個 在這個 枝頭 裡面 雄行這個枝頭 裡面 我們看到有 無限的春光 無限的春意 這個就叫做 是小 如大 是一枝熊 的枝頭 裡面 我們看到無限的春意 這個就是 是小 如大 另外 一個 相傳是 唐代比丘尼作的 蟬詩 這個很出名的詩 中日沉春 不見春 望鞋 踏破龍頭雲 歸來笑 黏梅花臭 春在枝頭 二十分 這首詩的意思是 中日沉春 不見春 整天在找尋 春天 但找不到 中日沉春 不見春 望鞋 踏破零頭雲 草鞋 已經踏破了邊賽的白雲 已經走到周圍走過 找過都見不到 找不到春天 歸來笑 梅花臭 回來的時候 就笑著 用手 拿著一枝梅花來問 春在枝頭 二十分 原來春天 在梅花枝頭 已經完全出現了 這首詩裡面 在無限春光 原來我們只是在紅杏的枝頭 或者在梅花的枝頭 已經看到了 這個無限春光 這種寫法 就是所謂 是小愈大 是小愈大 這樣 文學呢 就是能夠把長久 短暫 或者時間的長久 和短暫 空間的大小 一如而觀 所以可以視長久 越短暫 視短暫 越長久 視大越小 視小越大 這樣變成文學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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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寫出來的時空,可能很細小,很短暫 但它可以通到長久的時空 它只是寫枝頭,紅杏的,或者梅花的枝頭 這麼少,但它可以寫到無限的春光 這就可以貫通到長久的時空 在綠基的文庫中提到 龍天地於形內,錯萬物於不端 寫文章時,可以把天地籠罩在形象之內 龍天地於形內,錯萬物於不端 把萬物按下在不端的文章之中 所以,不要看這個文章這麼少 它所寫的形象,只是一件事,一個人物,一個形象 但它可以把整個天地籠罩在裡面 把萬物寫進去文章裡 之前說過,乾坤一草庭,天地一沙歐 把天地籠罩在裡面 雖然只是寫一個草庭,寫一隻沙歐 把整個天地籠罩在裡面 所以,文學有這種寫法 視小愈大,視大愈小的寫法 有一個短暫而細小的時空 能夠貫通到九軟而闊大的時空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文學裡面的題材 或者它所說的事物 很多時候都會通到很遠的地方 通到遠方 通到很長久的時間 這樣的意義 所以,古人很喜歡寫月亮 古人很喜歡寫月亮 唐朝張九寧的詩 《望月懷遠》很出名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 《景直喜相思》 《滅足年光滿》 《披衣角路知》 《不堪迎守陣》 《還寢夢佳期》 《很出名的一首《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時》 即是說,海上升起這個名月 這個時候,你和我都在天涯裡相望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 《景直喜相思》 《有情的人》 《埋怨月夜漫長》 《整夜》 《都是相思之情》 《滅足年光滿》 《霹衣角路知》 《色滅的蠟燭》 《也要將天涯共此時》 《月光滿了整個屋》 《披衣角路知》 《穿起一件睡不著》 《想念情人》 《睡不著》 《披衣》 《起床》 《覺得夜路有點寒冷》 《不堪迎守陣》 在想,遠方的對方,我不能在現在立刻把月光捧給你 只能在夢中相會 捧贈送給你,不堪刑守贈,還寢夢階期 這就是夢中相會的意思 這首詩是環繞著月亮來寫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詩人很喜歡寫這個月亮 因為由人看見這個月亮 人的心可以通到天涯那麼遠 人的心可以通到天涯那麼遠 亦可以貫通到跟我一起 共同看著月亮的人那裏 而月亮照著今天我們住的這個地方之外 亦都會照著我們的故鄉,我們的家園 亦都會照著全世界每一個的州,每一個的土地 我們眼前看到的這個月亮 亦都是我們心靈可以貫通到月亮所照的一切地方 所以詩人很喜歡寫這個月亮 通過這個月亮,有限的事物,題材 這樣可以去到很遠的地方,很遠的時間 除此之外,詩人也很喜歡寫水 因為水是從遠方而來的 亦都是流到遠方,貫通到遠方 例如李伯寫這個《張進走》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不留到海不復回》 就是因為他這個人的心 貫通到黃河水那裏 由黃河水去到黃河水的源頭 就是天上來,在天那裏 這個黃河水亦都會流到很遠的地方 不留到海不復回,去到大海,去到不知哪裏 所以你的心,讀這首詩的時候 跟著黃河水一直到上天,下海,去到它的源頭 去到流去的地方,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到很遠都可以 就是《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不留到海不復回》 去到很遠的地方 另外這個寫水,有例如宋朝李之兒的《我住長江頭》那首詩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矣? 江水何時枯揭,恨何時停止, 因為現在這個恨很長, 因為這個日常見不到, 子怨君心,似我心, 希望你的心都好似我的心, 定不負相思義, 不會辜負我的相思情義。 這首詩原來就是在北宋, 崇嶺二年李芝兒,仕途不順, 被貶到太平州時禍不單行, 家人相繼去世。 這一年的秋天, 李芝兒帶著她的情人楊珠來到長江邊, 面對著紅顏知己, 面對著滾滾東勢的長江水, 寫了這首千古流傳的愛情詞, 在想起, 如果與親愛的情人見不到面的時候, 怎麼辦呢? 寫了這首愛情詞。 長江水能夠通到長江頭, 長江尾, 江頭,江尾, 於是將江頭,江尾的相思之情連結起來。 所以通過水, 就可以貫穿到很遠, 這個意思。 除了喜歡寫月亮, 喜歡寫水, 也很喜歡寫煙, 寫雲, 寫光, 喜歡寫這些題材。 也因為這些煙, 雲, 光, 這些題材本身, 雖然呈現在有限的時空中, 但也很容易會有另一層意義, 貫通到其他時空。 例如這個文學家, 他們很喜歡寫雲中學, 喜歡寫麒麟, 喜歡寫神仙遊俠, 都是一樣。 都是因為這些人物, 來無定處, 去無定中, 永遠不會限定在一定的時空之中。 所以他寫, 雖然在某一個時空中, 但是這些, 雲中學, 麒麟, 神仙遊俠, 他們會混由四海, 可能會去到其他地方, 會貫通到其他時空。 所以這個, 會寫這些內容, 題材。 另外, 古人也很喜歡寫這些古文物, 古廟, 古蟲, 古舊的事物。 為什麼呢? 因為通過這些古舊的事物, 我們可以發思古之憂情。 通過這些有限的事物, 我們可以通到很長遠的遠古。 例如, 譬如杜甫的古柏行 裡面有兩句 孔明廟前有老柏,阿如青銅,根如石 即是孔明廟前有一棵很老的柏樹 樹枝的顏色好像青銅色 根好像盆石一樣 杜甫這首詩說到孔明廟前的老柏樹 令人一讀這首詩的心 就回到孔明的時代 所以法師古之邱情 由孔明廟的老柏樹 一去就去到孔明的時代 就是貫通到遠古 很久以前 所以如果我們不是說孔明廟 而是說孔廟 說孔廟前面那棵柏樹 是子貢自己種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回到孔子的時代 在孔子面前 這就是貫通到古代 所以文學裡面的時空 一方面跟其他的時空相隔斷 相隔斷 在很久遠的時空 在很久遠的時空中 貫通出去的時候 雖然可以去到很久遠 但是 其實都是由當前 短暫而細小的時空 所涵蓋 所以這個 短暫而細小的情境 能夠涵蓋很久遠的時空 這種寫法 這種意思 就是所謂 文學情境的一種 內在的開拓 剛才一開始 我們所說的內在的開拓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文學境界 文學宇宙 一方面具有跟其他時空隔斷的獨立性 另一方面 亦有一種內在的開拓性 形成一種通達性 貫通到很久遠的時空 這就是所謂 文學宇宙的兩種性質 其中一種 我們叫做 文學宇宙的對外間隔獨立性 一種叫做 文學宇宙內在開拓通達性 這就是兩種 今次介紹這兩種 文學中的一種特質 下次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藝術宇宙的問題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